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四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他是描述这个特异功能 就受到了一些机构的注意了 这个句子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子比较长 其实是两个大的并列句 中间呢就是用and这个词来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里面说呢 Vera这个特异功能 就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天赋 怎么样呢 就是受到了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注意 这个机构在哪呢 在乌里亚诺夫斯克的一个城镇里面的一个 科学研究科研机构的注意 这个在哪里 具体在哪个地方呢 near where she lives 离他住的地方不远 这个near在这可以看到借词 借词短语在这当地点状语来用 后面那个where she lives 可以看作做near这个借词的并语总句 然后and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并且在四月里面呢 他就接受了一系列的测试 由哪个机构来进行的呢 就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卫生部一个专门委员会的 呃这个这个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两个被动 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特异功能是受到了这个机构的注意 第二个呢 是他被下面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些测试 为什么用被动呢 这么用被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头中矫情 为什么呢 你看这前面这个where他的特异功能 这相当比较短 但后面乌里昂诺斯赫在他家附近的 这么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这个整个太长了 如果主动的话 说这个机构注意到了他的特异功能 就头中矫情了 下一句话并列句更明显 为什么呢 这个接受测试的他 she就一个字 但是后面那个对他测试的机构 名字太长了 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这个卫生部一个专门委员会 对前进行测试 这个太长了 所以用被动呢 避免头中矫情 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一些词法的细节 第一个呢 就是受到了某人的注意 这个搭配可以背下来 be brought to somebody's notice 或 to somebody's attention 受到了某人的注意 这个notice也可以换到attention 都是固定搭配 某人注意到某事 受到了某人的注意 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re are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only brought to public notice 或public attention last year 但是这个里面要注意到only的翻译 这个only如果跟时间状有在同一句话的话 这个only一般不翻译着只有才 而这翻译着直到才 在这有个last year 我们翻译着直到去年 而不要翻译着只有去年 他们的工作的状况 直到去年 才得到了公众的注意 老百姓的注意 就他们工作状况可能非常糟糕 像黑门窑的矿工 去年才受到了公众的注意 这个里面某人的 用了形容词public 当然也可以 在本文中呢 因为这个人太长了 所谓这个人就是那家科学研究 这个科研机构 所以把somebody's notice 换成the notice of somebody 这避免同种矫情嘛 就把这个属格变成了一个off 后置定语就好 当然呢 这个受到某人的注意呢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形式 这就变成主动结构了 就是come to one's notice 或come to somebody's attention 也是得到了某人的注意 只不过把那个be broad 换成come就好了 还是 一个是被带到里面来了 一个是自己来到这个里面去了 这个都行 从意思是类似的 那本文中呢 也可以做类似的这样一个替换 带到本文中 是不是可以换张 various curious talent came to the notice who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a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town of Uyanovsk 就好了 在这里面依然 把这个somebody's notice 或attention 换成the notice 或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因为后面那个 所谓的这个组织 太长了 所以呢 这是不用属格 而换成off加名词 这个形式 这个be broad to 可以换成come to 这个结构 像这个结构的变化 这是非常多的 我们看在新概念第三册里面 也出现过类似的变化 咱们可以类似看一看 比如新概念三册第三十二课 一艘沉船里面 有这样一个搭配 三册的三十二课 有这么一句话 from this the captain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从这个东西里面呢 这个船长就能够呢 把所有已经被发现的 这个信息拼凑到一块 了解到事实真相 这个come to light 叫做被发现 被了解 字面意思就是 来到了光线里面来了 原来在暗处 大家看不到 进到光线里面来了 被发现 被了解 这是固定搭配 可以用它 这个但是呢 它有个替换 我们在三册就讲过 come to light 就可以换成 be brought to light 来到的光线里面 就是被带到光线里面来了吗 跟刚才那个 come to one's notice 换成be brought to one's notice 搭配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new evidence in this case has recently come to light 一个患章has recently be brought to light 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新的证据 最近被发现了 对吧 被发现了 用这两个搭配都可以 你看这个come to 换成了be brought to 这个结构 跟我们这个受到某人注意 这个搭配的变化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稍得久了 同时就被下来了 好 受到了一家科学研究机构 在哪呢 在乌利安东斯克 在他家住的这个附近 看第二个患者句 and in april 在四月里 他接受了这个委员会的 一系列的测试 这个对某人进行测试 这个搭配主动呢 you can give somebody a test 对某人进行一个测试 在本文中用被动 李老师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测试的这个 这个主体太长了 而被测试者太短了 所以用宾语当主语用被动 避免出现头中脚性现象 这是为了避免这个 这个出现据事不平衡 那么另外呢 后面这个一系列的测试 a series of tests 一系列的一连串的 这在三册我们就见过 三册三十三课 咱们讲过 一连串的大灾难 a series of 一连串的 一系列的 a series of lectures 一系列的讲座 a series of rainy days 一连串的阴雨天 a series of math books 叫一连串的 或者数学从数 一套数学从数 都可以说 这一系列的 一连串的 成套的 跟它类似的 答复有很多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比如说我们把 那个series换成 a train of 用火车 一个车厢 连一个车厢 a chain of 铁链子 一个环扣 一个环 都是一连串的 还有呢 a string of 这个string本身就是 比较串的意思 或者a stream of 这个stream是 吸流水流的意思 也是抽刀断水 水更流嘛 连到一块了 才是水流 a succession of 或者a progression of succession和progression 都是连续的意思 所以连续不停的 一串的 什么可以用它 大家注意 success 做名词是成功 succession是连续 对吧 progress做名词是进步 progression是连续 不要搞错 我们大声 把它分别读一下 注意这个连读 n跟of是nuf 这个n跟of是nuf nuf是蛇跟string nuf 这个erm是muf 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a train of a chain of a string of nuf 再来遍 a string of a string of a succession of a progression of 都是一系列的 一连串的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好 那么接受了一系列的测试 这个是哪个机构呢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卫生部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咱们说了 这个委员会 用commission这个词 就是专门调查某事 处理某事的委员会 用在这个地方 恰如其分 咱声词中讲了 对吧 那么这个卫生部 咱们看一看 这个政府的某一个部 在英联邦国家 往往喜欢 ministry这个词 在美国呢 要替换着department 每声音乐中有区别 这个我们分别读一下 ministry department 你后面都是用of大配 你说 the military 或department of health 卫生部 或者of education 教育部 of commerce 商业部 of finance 财政部 等等等等 政府的某个部 在本文中用的是 英南帮国家的用法 就是一个卫生部 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下面继续说 During this test 是几个句子并列到一块的 并列到一块的 它有几个连词连接 第一个呢 是这个连词and 是个连词 后面在这儿 还有个连词and 等于几个句子 连到一块的并列句 先看第一个小特别的句 前面这个During this test 这是借次能力 当时间状元来用 在这些测试之中 就是上一句话中 那个委员会对它的测试 对吧 怎么样呢 那么这后面的 没有下号线的部分 是句子主干结构了 它能够怎么样 读报纸怎么读呢 through and opaque screen 冲过一个不透明的屏幕 来读报纸 这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 这明显是又是一个状语了 可以看到方式状语 这样来看报纸 and 并列连词 引出第二个笔的句 stranger still 这固定搭配 可以翻译成更奇怪的事 在剧中依然做状语 这个更什么什么的事 这个结构 一会在词法里会详细说 然后又出现一个 借次端依然做状语 这是方式状语了 by moving her elbow over China game of Lotto 通过在个小孩玩的 Lotto这种纸牌上 摇一下她的胳膊肘 换一换胳膊肘 怎么样 那么主句 句子主干结构在这呢 she was able to describe the figures and colors 它就能够描述出 这个数字和颜色 什么数字颜色呢 printed on it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到后制定语 来修饰这个数字和颜色 这个it 就是前面这个Lotto 这种纸牌游戏 就是被印刷在纸牌上的 这个数字和颜色 既然摇摇胳膊肘 就这个特异功能 就能看到 and 引出第三个病例句 in another instance 在另外一个事例之中 这个incident可以变成例子了 在另外一个例子里边呢 wearing stockings and slippers 这是非味动词 在这当一个方式状元来用 穿着长筒袜和拖鞋 怎么样 to make out with through the outlines and colors of a picture heated on a carpet 大家发现 第三个病例句 and 后面 没有主语和谓语 因为我们看到 白音色的to make out 这里面 是个非味动词 动词不定是 为什么呢 那肯定是主语为语被省略了 要不然语法就错了 那个and 后面是 跟个完整句子 没有主语为语呢 往前面找 上一句话的主语为 she was able to describe 跟这个to 这个to 跟这个to是并列的吧 说明省得的是 she was able to make out she was able被虚掉了 因为这句话 跟它是并列关系 它能够 make out是分辨出 辨认出 在这呢 先说一个状语 with through food 方式状语 用它的脚来辨认 为什么在make out 后面先说状语呢 因为状语短 而make out的冰语 就是后面白颜色的 the outlines and colors of a picture 一个图片的轮廓和颜色 这个冰语太长了 因为冰语到这还没完 后面还有过去分辨短语 当后日的语修饰一个冰语 就在地毯下藏着的 一个图片的轮廓和颜色 它用它的脚就能探测出来 而更况且脚 还穿着这个长头发和头鞋 这整个句子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语法分析完之后 我们的句子轻松看懂了 主要为了轻松理解 里面看看一些词法的细节 首先看那个更奇怪的是 stranger still 在句中做状语 叫更奇怪的是 那么这个搭配 如果在句中的话 it is still stranger 这个东西就更奇怪了 我们可以把still放到前面去 把stranger放到后面 但放到句首 表示更奇怪的是做状语 咱们用stranger still 而不要用still stranger 在这其实可以看作一个 非为动词 当原因状语 你可以看到在前面 省略的那个being 是成立的 就是更奇怪的是 注意still放在后面 在句中做状语 那么跟它类似的很多 你想better still 更好的事 we're still 更糟的事 harder still 叫更困难的事 等等等等 都是一般放在 这个所在分区的句首 后面加逗号 后面再陈述 更什么的事 究竟是什么 放到后面慢慢陈述 本文中用的是 更奇怪的事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更糟的事 the medical expenses are a massive drain we're still Greg may lose his job medical expenses 就是医疗费了 这个医疗费呢 是个巨大的开销 这个dream 本来是下水道 dego this 派生意是消耗金钱 或者精力的 这么一个东西 像无底洞 钱倒着 都走了 并且更糟的事 Greg呢 还有可能丢掉他的工作 本来医疗费就不堪重负 现在再没有工作 没收入 就更倒霉了 we're still 更糟的事 跟本文中的 strange still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可以把它通证记住 当然呢 我们看到这个 就不妨顺便再记一个 更糟的事 是非为动词 做状语 to make matters worse 或者是 to make things worse 更糟的事 这个搭配也行 注意 这是固定搭配 所以根本不用考虑 这个动词的 就是这个非为动词 逻辑主语 是否跟主义组统一 这个没有主义统一问题 为什么 固定搭配 当做固定状语 背起来就行了 我们大声来读下 to make matters worse to make things worse 刚才的句子一样可以换成 to make matters worse Greg may lose his job 或者 to make things worse Greg may lose his job 大家发现这个剧中 非为动词 逻辑主语 应该是 Greg丢掉工作这个事 但主旧主语 是Greg本人 主语不同意了 他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如果非为动词 是固定搭配 在剧中 是固定的一个习语 就不用考虑 逻辑主语 跟主旧主语的 同一问题 所以他可以替换 这个习语 是一样的 这是更什么什么的事 这是更糟的事 我们表示 定性的这个习语 特别多 我们再看两个五星级的 在写作中必备的搭配 就是更不用说 什么什么了 一个是let alone 一个是not to mention 都可以表示 更不用说这个了 这两个都可以表示 更不用说 但用的时候呢 从用法上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let alone 首先我们看看 它的这个搭配 let alone后面 可以跟各种词像都可以 名词 动词 动词不定诗 用什么从句都可以 加什么都行 它是看前面是什么 后面就是什么 前面动词 后面动词 前面名词 后面名词 前面从句 后面跟从句 前面借词算语 后面就跟借词算语 而not to mention呢 mention是个极物动词 所以not to mention后面 一般都得加名词 或者逼于从句 它不能加其他的词性 let alone后面加各种词 not to mention后面 只能加名词 或者逼于从句 另外呢 从使用的场合 let alone一般放到 这个否定含义的句子后面 表示这个都不行 就更不用说那个了 那个更没戏了 它用在否定句的后面 这个都不行 那个就更不可能了 not to mention呢 一般放在肯定句的后面 比如说不要说这个了 更不用说还有那个了 就更比前面 那个东西更多了 let alone用在否定句后 后面跟各种词 各种搭配都行 not to mention 放在肯定句后 后面只跟名词 或名语从句 所以英语中 确实写作是精确 大家得注意不要用错 咱们看几个例子 the baby can talk let alone run 这个婴儿啊 连书话都不会 更不用说跑步了 这个talk 前面动词 后面动词 用的是run 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he can run 100 years let alone a mile 他根本跑不了100马 更不用说一英里了 let alone就更不用说 对 可以用它 前面是100马 后面是一英里 这是一个名词定例 再比如说 I don't suspect him of theft let alone of robbery 我不会怀疑他偷窃 更不用怀疑他抢劫了 前面是借词 of theft 这里跟of robbery 是什么来用 你看而且后面都是否定句 you can I don't 包括刚才那句话 the baby can talk 后面的几个 都是否定句后 用let alone 对吧 但是not mention呢 放在肯定句后 而且后面一般加名词 后面用冲句 they own two houses not to mention a yacht 他们有两栋房子 更不用说 还有个大游艇了 后面跟一个名词 那么用在肯定句后 两个都有 the dampness is unpleasant not to mention the code 这个潮湿本来就令人不愉快了 更不用说 还有这个冷了 又冷又潮就更难受了 所以你看 let alone放在否定句后 表示两个都没有 not to mention放在肯定句后 表示两个都有 而not mention后面搭配比较严格 是名词或者编语送句 这个我们再看一看 在高级写作中 范文中的一些例子 那同时我们看一看 在直译 在写作 真题中 我们在这个写作范文中的一些句型 咱们来看一下 因为李老师 在我们在线 也同时 叫直译的写作课程 咱们看看几个写作范文中的例子 这是什么 argument的范文中的例子 看看这句话 in short in short without better evidence that the survey is statistically reliable the chairperson cannot rely on it to draw any firm conclusion about the overall recycling commitment of West Egg residents let alone about how quickly the landfill will reach capacity 这里出现 let alone了 大概看看大意 in short 第二简直 如果没有更好的证据 证明这个调查 在数据方面是可靠的 那么这位主席呢 就不能够依赖这个证据 来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关于什么的结论呢 就是关于这个WESEC 当地的居民 关于垃圾回收 这个工作的 这个确定性的结论 就无法得出了 更不用说 关于这个垃圾厂过多久 能够达到它的容量 就填满 这么一个深层次结论 就更没戏了 前面是否定句 后面来弄 表示那个都不行 这个更没戏了 用在否定句后 用得对 前面是 这边是借次端语 而来弄后面加 借次端语 这个用得对 来 再看 Moreover The author has not shown any correlation let alone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hours a person spends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that industry's profits 这个 此外 这个作者没有 表现出任何的相互联系 correlation 就是相互关联 更不用说 因果关系了 然后是 AB之间的 因果关系 你看前面呢 这当时 否定就没有表现出 这个都没有 这个就更不用想了 前面是名词 any correlation 后面是名词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因果关系 这是名词 对名词 再来说 这句 Without ruling out all 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grade average increase the dean cannot convince me that by terminating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omega would curb is perceived perceived grade inflation let alone help is graduate get jobs 他说 如果rulang是排出来 如果不能排出 所有其他的那些 对于这个成绩啊 他们的成绩提高的 平均成绩提高的 这个解释的情况下 那么这位 Dean可以表示院长了 这位院长就不能够 说服我什么呢 通过终止 这个学生 对欧米加大学的 这个评估行为 他就能够 遏制住 他们这个分数的 这个贬值 通货膨胀 比如贬值了 更不用说 能够帮助他的毕业生 能找到工作了 前面都不行 后面更没戏了 因为前面否定 就can not 前面都不能说 后面更没戏了 前面是动词 curb is perceived grade inflation 后面同样跟动词 help is graduate get jobs 这个用的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再看这个例子 in short without ruling out other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strong sales 简直 如果不能排除 其他的关于 这个很强劲的销售的 可能解释的情况下 the vice president 这位副总裁 cannot convince me 不能够束缚我 你看还是否能继 说什么呢 that place where all residents are exercising regularly 就P地区的居民 在经常锻炼身体 这个都不能束缚 let alone 就更不用束缚这个了 后面还是加边缘从去 that they would be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source of food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NW sells 他都不能束缚我 这个地区居民 经常锻炼身体 就更不用说 他能够束缚 他们对于购买NW公司 卖的食品和其他产品 感兴趣了 前面是边缘从去 后面 let alone 后面还是加边缘从去 前面否定句 放在否定句后 这个都不行 那个就更没戏了 这是let alone的用法 所以在质疑性的文章中 这个let alone用的是特别多的 咱们举一反三 可以把它记住 好 再回到句中 看这个最后一个小编的句 第三个 and in another instance 在另外一个事例中 instate 可不是例子吗 事例就像那case 或者example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now wearing stockings and sleepers 穿着长洞袜和拖鞋 to make out with your food to make out 咱们说了 前面省掉了 she was able to she was able 这几个字没了 只是残留下了to make out 残留下一个非谓语 前面的主语和谓语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 并列句中 重复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去掉 这是在我们写作中 为了句实简洁 一个非常常见的省略 并列句中 重复内容一般都可以去掉 它的省略是最彻底的 我们看看这句话 in 1975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your school was about 500 and in 1981 over 2000 这是and引导两个病的句 第一句话说 在1975年 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人数 大概有500人左右 到了1981年 已经超过2000人了 and应该引出一个句子来呀 in 1981 后面没有句子 只剩个戒词端语 省得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前面黄颜色的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your schools was over 2000 你看这个整个前面 这个主语跟谓语东西被去掉 只剩下切词道理 这是并列句中 这个成分的省略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知识复习 好 再回到句中 它能够干嘛呢 能够make out make out这依稀看见 或者依稀听见 特别类似于 在第一段 我们出现过的那个detect 还有perceive 就费力的觉察或感知 这个make out呢 但只不过一般表示听或者看 而且一般是费力的 所以咱们就依稀看见 依稀听见 它不如像耳朵或眼睛 看和听那么真切 这个意思 see you will hear something or something with difficulty 就费力的 看见或听见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 could just make out a figure in the darkness 在黑暗之中 我只能依稀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子 究竟是谁 看不清楚 figure可以变成一个人的轮廓 再比如说 I couldn't make out what he was saying 我根本听不清楚 它到底说些什么 这个make out的费力的听见 看或听用它 在本文中呢 就说明有这个特异功能 但是并不像眼睛和耳朵 那样的灵敏 就这个意思 好 再看下面一句话 他说呢 other experiments show that her knees and shoulders had a similar sensitivity 其他一些试验 也就表现出了 表明了怎么样呢 它的膝盖和肩膀 有类似的sensitivity 就是灵敏度 因为膝盖和肩膀 也能够 看穿一些不透明的东西 好 看下句话 During all these tests Vera was blindfolded and indeed exact when blindfolded she lacked the ability to pursue things with her skin 他说在所有这些测试中呢 Vera was blindfolded 在这儿当形容词来用 这都是被蒙住眼睛的 我们词课中讲了 blindfold当形容词 当副词都行 在这儿当然形容词 做表语 并且按引出病的句 怎么样呢 Indeed indeed翻译成in fact 事实上 indeed是一个多意思 在这儿翻译成事实上 当然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表示 certainly 当然的确怎么样 但在这儿是事实上 相当于in fact 事实上呢 除了他的眼睛 被蒙住这个情况之外呢 他就丧失了 用皮肤探测 东西这个能力 一旦睁开眼睛 这个手就看不见东西了 这很有趣 蒙住眼睛呢 特异功能就出来了 这个我们看一看 这里面出现一个 except when blindfold 这个when应该跟从句啊 为什么跟一个形容词blindfold呢 因为这个she was被省略了 写全是except when she was blindfold she lacks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things with her skin 这个咱们复习一下 在新更年三册咱们讲过 壮语从句的省略 在这位可以看到时间壮语了 壮语从句中省略 怎么省略呢 一般来说 壮语从句的主语 跟主就主语统一 壮语从句的主语 后面紧跟的是必动词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出意外 我们就会把壮语从句的主语 跟后面必动词同时省略 在本文中你看 后面的句子主干结构的主语是she when从句是she was 这个she跟主就是统一了 后面跟必动词 那么she was就被省略了 只剩下when blindfold 这个省略的常识 咱们三册讲过 四次是复习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省略 金属受热会膨胀 冷却会收缩 热胀冷缩 when后面都跟一个过去分词 补充权呢 当然是从句 写权了应该是metals expanded when they are heated 当他们被加热之后会膨胀 这个从句的主语they 就是主语主语metals 就是金属 后面跟的必动词are 所以they are被去掉了 后面也同样的 and contract when they are cooled 这个they are被去掉了 and they就是metals 后面必动词are 一块被去掉 当然不一定是时间状语 什么状语从句都一样 咱们看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这是当年的托福真题中的片段 Fraxton Preston Blair Jr. 在名字后面加JR 表示小什么什么 表示父子同名 跟爸爸起同一个名字 那么在儿子名字后面加个JR 读成Jr 爸爸名字后面加SR一点 咱们叫Senior 就是小FPB这个人 尽管出生在肯塔吉州 但生活和工作都在密苏里州 注意这个practice不是练习 可以表现医生或律师 拿着执照在工作 这个意思 那么although后面 直接跟过去分子born呢 那怎么回事呢 还省略了 although he was born in Kentucky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从句主义he 就是主句主义的小FPB 就是这个人呢 后面跟谓语了 是畏动词是was 畏动词 he was同时被省略掉了 这是我们看状语从句 这个主语跟主就是统一 后面跟是畏动词 那么就可以把状语从句主语 跟畏动词同时省略 但是有一个例外 有一种情况下 状语从句的主语 跟主就主不同意 也能把主语和畏动词 同时省略 什么呢 就是状语从句主语 是虚主语it 如果状语从句的主语 是虚主语it 那么即便主就主语 跟它不同意 也可以去掉it 跟后面的畏动词 同时去掉 后面必须有畏动词 这是肯定的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We will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with peaceful means whenever possible with force when necessary 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 用什么呢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在必要的情况下 用无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when从句中呢 省略了什么呢 很简单 第一个可以看在省略 when it is ever possible 这个it is尽管不同意 但it是虚实的主语it 它尽管主角主语是we 但依然可以去掉it is 后面when necessary 但是when it is necessary 当必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去掉it is 但是如果这个从句主语 是具体之谋人某物的话 那么要求跟主角统一 才能去掉主语跟必动词 注意这是状语从语的省略 跟刚才定了一句省略 要做个分析 这个区分开 不要搞混 好 后面说she lacks ability 就是没有了这个能力了 去干嘛呢 用皮肤探测东西这个能力了 好 看一下句话 它说 it was also found that although she could perceive things with her fingers disability ceased the moment her hands were wet 这句话咱们看看语法分析 it was also found that 前面这个it是个形式主语 后面这个that从句 一直到句末 这整个是个主语从句 是真正主语了 主语从句里面 有千套的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就前面although 一直到finger结束 尽管呢 它能够用手指探测东西 这是主语从句中 让步状语从句 然后怎么说呢 但是这个能力会停止 什么时候呢 the moment her hands were wet 这个可以看作在句中 做时间壮语从句 这个the moment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相当于when 就当它守着诗的时候 或者是呢 你把the moment看作名词 把后面呢 看作一个定义从句 the moment when her hands were wet 当然以后 the moment at which 或者是把这个关系副词去掉 都行 名词短语在句中 也可以当时间壮语来用 就像today 在句中 名词可以当壮语来用 是一样的 好 那么严格来说 相当于是at the moment 那个at被去掉了 所以两个理解 第一个理解呢 是把the moment 看作是 连词when 引导时间壮语从句 第二个呢 是把the moment 看作名词 后面跟定义从句修持它 可以看作相当于 在前面省略了 这个at the moment 都能成立 都能讲得通 总之这个协体字 最后是逐于从句内部的 时间壮语 是这么一个结构 咱们看看里面那些小的搭配 我们看一下 disability seized 这个seize表示停止 这是三册里面讲过一个搭配 这容易错 为什么呢 seize后面可以加to do 也可以跟seize doing something 但意思类似 都是表示停止做模式 或者不再做模式了 这个把它区分开 这个我们看看报上的一个例子 跟哪个区分开 跟stop区分开 stop to do 是停下来做别的事 但seize to do 跟seize doing 都是停止或不再 这个不要搞混了 比如说看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patriotism seize to be an empty slogan 在有些情况下 爱国主义 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了 slogan是标语或口号 这个里面不能反正停下来 去做别的事 而是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了 seize to do 跟seize doing 是类似的 但是stop to do 跟stop doing 就截然不同了 stop doing 是不再做模式了 stop to do 是停下来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在中学讲过 但是用的时候呢 可能一不留神就容易错了 比如说看谚语 stop to smell the flowers 驻足片刻 闻花香 可不能发现成 不要去闻那些花了 停下手头的工作 欣赏一下生活的美好 就是驻足片刻 闻花香 这是个谚语 再看这两个句子比较 I'm exhausted Let's stop to smoke 哎呀我快累死了 我们歇一会儿 抽个烟吧 停下来去做别的事 Please stop smoking Smoke really bothers me 拜托请别抽烟了 这个烟呢 让我觉得很难受啊 很困扰我 Stop doing 是停下 做手头正在做的事 这个跟stop to do 得区分开 但seize to do seize doing 意思是一样的 最后这个 the moment her hands were wet the moment 我们说了 如果把它看到名词的话 那么后面 her hands were wet 是定义重句 那么先行词是the moment 那么引导这个定义重句的 是四个情况都行 咱们说了 可以用at which 最正式 还可以用when 甚至关系副词 that 或者什么都不加 本文中 愿能是什么都不加 这个形式 在这个关系副词 被省略的情况下呢 有些语法书 在这个情况下 也把the moment 看作相当于 lens when 也能讲通 也可以 这个刚才我说了 好 当他手是湿的时候呢 这个特异功能就没了 这个湿的咱们看一看 这个wet 表示表面都是水 或者里面泡满的水 都行 表面是水 里面泡的水都行 像a wet sponge 一个湿的 这个海绵 可以这么说 对吧 他在本文中呢 her hands were wet 就是他的手上都是湿的 表面是水 这里面有水 这个都可以 但是还有一个潮湿的 这两个词呢 都是有一点湿 叫slightly wet 轻微的有一些湿 叫潮湿 但是这个用的场合不大一样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moist moist 再度第二个 damp damp 这个moist 表示潮湿的 湿润的 这个一般呢 都有boist的含义 我希望 就是这个湿的 潮湿的 又没有到滴的水 这个程度 比如说 bring me a moist towel 滴我一条湿毛巾 就是里面有水的 拧了一下 没有滴的水 这种 我要的就是湿毛巾呢 对吧 这个用的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damp 这个词有贬义色的味道 它表示 令人不愉快的 这种湿的 比如说 a cold damn color 一个冰冷潮湿的 一领子 color 英国人读住 cool了 都行 三册第四课讲过 这个是潮了巴基的 非常难受的 所以这两个用的场合不大一样 还有一个潮湿的 就human 这个词一般指空气中水分很大的 我们在大声读一下 humid humid 读快之后 这个词听不到了 最后失去爆破 手间顶住山岛 在里面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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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e 潮湿的空气 可以这么来说 好 第四课呢 这个课文不长 里面的重点却不少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把一些重点习语搭配 把它掌握住 另外 在本课书中 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知识 复习了并列区的省略 还有定义 这个壮语从旧的省略 以及几个 这个这个这个 特殊的一些这个用法 比如说表示递进的关系 该怎么使用 表示更什么什么的事 有哪些表达 包括很多词汇的一些辩戏 希望大家把细节牢牢记住 听课跟看连续剧不一样 跟听评书也不一样 那些一看一乐 一欣赏完了就行了 听课必须熟悉 并且把它很多搭配背诵下来 李老师说过 英语不是知识 英语是技术 技术怎么办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取不离口全不离手 写进八缸水使得龙凤飞 必须得重复 得复习 好 第四课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啊 啊